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分别达到了2600元 2800元和3800元 其中技术研发岗位起薪最高 专科本科研究生的起薪分别达到了3000元 3500元和4500元 我们也随机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做了一次街头访问 一起来了解一下高校毕业生刚踏上工作岗位时的第一份工资是多少 而对这样的工资待遇又是否满意呢 2000多而已 东哥哥也是3000多这样子 2000块钱了 就2000多这样子 2000块钱 工资大概是 不好意思我还在找工作 3000多吧 4000这样子吧 无论说没什么负担的话基本生活是没问题的 我在互联网公司大概5000多一个月吧 平均的话七八千吧 40几块钱 40几块钱 因为那时候83年 不就是这个工资标准吗 那个年代80年代人们对这个都没什么要求 就觉得反正都是国家规定的 该拿多少就拿多少 那个时候有工作做就挺满意的了 那现在的工资大概是多少钱 现在是7000多块钱 我对我们这个工作这个输入我还是挺满意的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第一份工作的薪酬通常都不会太高 那么已经工作几年的上班组 他们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如何呢 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我是几个不同行业的上班组 我叫李林今年23岁 14年从大学毕业 从事的是餐饮服务业 我叫廖近伟 从事的是影视后期这份工作 我叫舒勤 27岁 目前从事汽车销售行业 现在我在厦门的工作的工资呢 是七八千 四千到五千左右 差不多六七千块钱嘛 平均每个月 很难剩一件 不太够在厦门生活 就像我这样一份工资 我一个月会有盈余到 一千一千五百块钱已经很多了 帮助一千多块钱 然后信用卡有时候一个月 还个两三千块钱 其他的钱就拉来花了 就是也许你会存下来 三个月四个月 你都在持续存钱 包括你自己也 你也相信了你自己会存钱 你信了你自己会存 然后你存了 然后你突然间发现 有个东西我要买 那个东西五六千 然后你会发现你所存的钱就没了 有遇到双十一啊 或者有遇到什么 要需要购物或者是要同学聚会啊 什么的话就比较难存下钱来 我这样的一公司水平贷款按揭买房子压力不大 但是除了贷款按揭之外 我们还要有一些余下来的钱 也就意味着我在厦门买房可以买得起 但是万一我生个病落个灾 就不太好说了 就是说生活会过的 就是一旦买下去房子 生活会变得战战兢兢的 什么都会特别小心 不要让自己出事情 特别是健康 就有时候躲在天桥上面 看了上面那堵车红绿灯 然后觉得哇 这个城市你看 就内心有点荒凉 你觉得在那边待了这么久 什么都不是你的 对 就算一片栗叶子落下来 它也不是你的 各月给你存一千块钱 一年才存一万二 你想买个房子 要买到什么时候 然后说了我都想哭了 其实有朋友在这边 我就是比较感性 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怜 厦门房价太高了 然后我自己的薪资 就算我省事情 又一个月只花一千块钱 那我要存三千块 那我存一年才存三万多块钱 连一平房可能都买不起 那怎么样去想要买房子这个事情 就很多人喜欢说顺其自然 我就很讨厌顺其自然 你有努力过后顺其自然才会 问题才会解决 你没有努力 你顺其自然都后面就没了 太难了 除非我不小心中个彩票什么的 可能就可以了 但是很难很难 我常常不找别人拿钱花的 也不找别人借钱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 带客户去刷定金的时候 我们带客户去刷定金的时候 心里面 哇 又签了一单 爽 最让你有安全感的还是 钱 每次说对我就特别激动 真的吗 我就喜欢钱 有点势力的感觉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家要装修或什么的 然后我挣点钱回家 回家这个是我付的钱 那我不会说了 就心里面挺舒服的 看来高房价高物价 让不少在厦门的上班族感到压力很大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一起来了解一下 根据国家统计局 厦门调查队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0月份 厦门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5% 涨幅比上月缩小2.4个百分点 位居全国70个大中城市第45位 而一些从外地来厦门找工作的年轻人 只能望楼心探 对此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也有不少网友们发来了留言 畅谈他们的看法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厦门的房价实在太高了 可是工资水平却不高 可以说工资完全不匹配房价 作为一个厦门人来说 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同学 出去读书以后都不怎么再想回厦门了 虽然厦门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 可是房价却和一线城市差不多 工资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本来想留厦门的 但是看了房价之后就没什么想法了 好的 感谢互动平台上面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先灵奇隧道加速建设 蓝山尽岛再提速 再繁华与繁华之间从容切换 十里蓝山建筑面积160-180平米 山区院落 懂你所爱 建筑面积62-155平米 八海公寓 预约未来 详续热线 636-8866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在很多上班族的眼中 拥有安全感 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是一份好工作在生活中最直接的体现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 家就在本地的大学老师 可以免除住房压力的她 是否会有比较高的生活品质呢 我是黄卉卉 2010年从福州大学研究生毕业 我从事的职业是大学英语教学 薪水大概是六千多 我是本地人 所以可能住宿这方面比较省钱 再加上自己目前没有买房 没有房贷 没有车贷 所以这方面可以帮我省下不少 第一份工作的收入是三千 三千两百块钱 基本上就是最基本的温饱 物价太高了 她的收入并没有赶上这个物价的账幅 我一个月薪资扣七扣八到时候 最后存下来 顶多也就存个两三千 虽然大家都说物价很高 生活费很高 教育成本很高 但是大家也都活得好好的 都这样活下来了 白事不得其解 人可能是因为有了对比 所以有了差距 安心的状态 主要是来自于内心的富足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同样是家在本地的黄妹娜 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 她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 自由职业者 我叫黄妹娜 我今年26岁 花道美学师 收入情况大概是六七千吧 我之前是在一个通讯行业工作 我记得我第一份工资的时候是三千二 而且还是税前的工资 当你拿到手车 你会想说 天哪 这跟我预期的 完全是不在一个范围之内 你大学时候 首先你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候的一个预想是说 毕业之后应该也能拿个四五千的工资吧 当一个小白领 那白领的定义可能就是 至少五千以上的工资 而且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轻松的 那出入的都是高楼大厦 加着一个文件夹 公文包之类的 想想都觉得挺美好的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天天爱得跟狗一样 当你觉得你对现状不满足的时候 那你就去学习 你只有通过学习你才能改变 那学习花到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可能是我工作以来 包括说从小到大以来 打从心底 认同他 接受他 并且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父母一开始 他是蛮想我去考老师 或者考事业单位 企业 或者进入国旗的那种 因为他觉得那样子有保障 甚至这种在他眼里 他可能会定义成自由人 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者 对 有些人他可能也是 选择心甘情愿的恶务 我宁愿把这笔钱存下来 我钱越多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越有安全感 比较不那么慌张 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一样 我如果没有去学习 或者当我这一天是休息的 我们要好好的去过好这一天 我会对这一天特别的内疚 甚至会加重这一种不安全感 让我觉得更慌张 因为当大家都在进步的时候 你停滞不前 其实是一种退步 有些人可能活了一辈子 都不明白说 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每天工作是你所喜欢的 那你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内 从早上到晚上 至少目前对我现阶段的我而已 我觉得说 我对生活的一个定义就是 我想要去尝试不同的体验 想要让我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一点 一切在择业上能够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过老家在泉州的吴雅珍就没这么幸运了 虽然在厦门有房有车 有着可观的收入 可在他看来 生活还是不安稳 我叫吴雅珍工作有六年了 从事的是城市规划的工作 我现在是差不多一万多吧 一万左右 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吧 首先是就是在 在这一波涨价之前 买了房子 房贷就差不多五千 然后车子 车 养车 然后还有小孩 然后家庭收入 物业费等等 然后你偶尔要交际 然后偶尔要孝敬父母等等 不够 其实基本上每个月都入不付出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 头一年的奖金 如果没有留到下一年去用的话 我平时的 就是不靠奖金的话 这个工资是支撑不了 我们平时的开销 我觉得就是还是挺有压力的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 工作到现在第六年了 其实你自身对自己也挺有要求的 公司对你也挺有要求 因为他会觉得说 他给你这份不低的工资 希望你创造更多的价值 那所以我是觉得还 对我来说 现在还是有点压力 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 因为没有积蓄啊 没有积蓄就没有安全感 就像我跟我老公 现在如果想要转行 想要辞职不敢 我其实很明确的知道 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 但是因为生活的压力 我没有办法 我一定要有收入 你工作越久的话 其实你家里面对你的需求也越大 你的工资如果没有跟着成长的话 其实你就是跟你的整个的承担的一些责任 是不匹配的 我们今年我们两家单位都有组织出国旅游 但我们两个人就是出国旅游的这个 这一路上并不是那么轻松 就是因为你收入还没有办法达到 可以成这些 所以还是挺有压力的 今年年初到现在 就是一直很想离开厦门 就是当初选择厦门这个城市呢 也是厦门是一个花园城市嘛 就是很美好 然后觉得以后自己留在厦门 肯定很幸福 每天有那么多公园 走几步可以到海边 就肯定会日子会过得很小资 就好像大家去古狼游上的那种小清新的生活 可能离自己很近 但是工作六年到现在 其实我可能两年都不一定能上一次古狼游 真的没有太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厦门 厦门的美只有游客才有时间去体会 我住海舱嘛 我有时候要来加班的时候 我开上海舱大桥 我看着东渡 看着就是我们厦门岛 我会觉得哇厦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我每天上下班 上海舱大桥非常独 我没有时间去感受它的美 然后我堵到五元湾就已经累得传不过气 已经马上就就是每天就是踏着那个那个那个上班的点过来的 我也没有没有没有时间去感受这个五元湾的美 如果把房子卖了之后我们回到老家回到泉州去生活的话 可以买就是差不多的房子之后不用承担那个房贷 然后剩下的一点钱还可以去创业啊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会觉得还会比较轻松 但是我就是源于有那种所谓的虚荣感啊或者是什么 就是我如果回到老家之后 别人会说你生活在厦门 你是在就是在那个准一线城市 然后那个厦门这么美 你们还就是还挺幸福的 很厉害啊可以在那个城市立足 就是那一刻自己稍微有点成就感 可以弥补一些 这种对就是这种虚荣感 但是就是很多的这种虚荣感是通过别人认为 你在这个城市里面应该还不错的这种情感去搭建的 但你自己本身去感受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并没有那么深的体会 那么究竟怎样的工作和薪资待遇是理想的呢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不少厦门本地的青年发来留言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在厦门理想的工作是当一名老师 我心中理想的薪资大概是 每个月七千 我理想的工作是成为一名公务员 每个月的薪资不能低于五千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我认为在美丽的厦门 每个月至少要赚够九千左右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生活 好的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根据腾讯公司2016发布的全国年轻指数中 厦门的年轻指数为73 年轻人口新增率为18.09% 而年轻人口流出率则高达37.26%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数字是 截至2015年底 福建省流动人口总数超1100万人 其中厦门的流动人口超过200万人 占比接近20% 而同期厦门流出人口数仅为21399人 占全省流出人口总数的0.5% 排名最后一位 第一组数据告诉我们 全国各地不断有年轻人涌入厦门 寻找自己的梦想 但有更多的年轻人找不到机会 只好急流勇退 第二组数据则告诉我们 尽管昂贵的生活成本是到高门槛 但在福建省内 厦门这座城市的吸引力最大 还是有不少人想要来到厦门 留在厦门 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管怎么说 什么样的人能够留下来 对于厦门这座城市的未来至关重要 好的 再次感谢 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参与留言的网友 也希望大家继续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与我们展开互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